Hello 大家好 今天是8月13号 还剩时间了 然后今天呢 咱们要聊一个事儿啊 还是中国逻辑 因为一早啊 我看到了河南郑州 给他们当地的那个火葬场啊 火葬场啊 不是殡仪馆 发了一个通知 内部通知 是烧一个人啊 奖励1500块 奖励1500块 当然虽然我个人的一个直觉啊 就是觉得这种事儿呢 当地的这个通告的详情啊 就是这样呢 别管男的女的 别管老的少的 别管有没有身份 别管有没有死亡证明 只要是从水里捞出来的 只要是给你拉过来了 你就烧 塞到炉子里 一烧完就给你1500 对吧 把嘴闭好 也别那么多事儿 也别问 也别问 对吧 这是我的直觉啊 但是 但是啊 我相信河南没死人 没死人 哎 河南的水里也没有死人 对吧 当年大饥荒那三年 河南一个人都没死 为什么我会有这种直觉啊 这个就是我对那个中国社会的一个认知 或者说他的一个观察逻辑 或者社会逻辑 就是这样的 你看前几年那个深圳 对吧 还是国内数一数二的 比较文明的城市 对吧 法治城市 那么新换了这个领导之后啊 就开始对着电动车啊 摩托车啊 不知道他为什么恨得牙痒痒 我估计是早些年被电动车撞死过 对吧 然后下令去查电动车的同时啊 给了一个奖励机制 奖励机制 就是没收一台电动车奖励多少钱啊 就是骑电动车摩托车的车主 只要你反抗 只要你不听话 对吧 哎 就拘留 就拘留 拘留一个人是给三百块钱人民币 哎 这个是直接给到个人给到交警的 那么在这个奖励机制没出台之前 哎 交警的那个查电动车的力度啊 并不是那么强烈 哎 就是得过写过差不多就行啊 适当的完成一下任务 然后有这三百块钱之后 那就不一样了 对吧 那就不一样了 真是瞪着眼珠子查呀 啊 你电动车停到自家楼底下啊 对吧 停到那个单位啊 楼下都不行 停到院里都不行 哎 有的是扛到居民楼里边都不行 对吧 抓出来一个几百块 抓出来一个几百块 然后拘留人的时候呢 哎 就是三百块一个人啊 对吧 那数人头的啊 以前是能不拘就不拘 能不抓就不抓 哎 有了三百块钱撑腰 哎 那就是就算这个人啊 没什么过激的反应 那也想办法 想办法 对吧 啊 言语刺激啊 什么推推嗓嗓呢 对吧 反正只要你啊 敢对交警 就是执法产生质疑啊 或者言语啊 行为啊 有一点点的出格 哎 就是不尊重交警啊 不跪不跪着 直接就局 直接就局 然后警告的那个方式啊 三次警告啊 那个 好多视频当时的路人拍的 警告非常快 正常说警告第一次 听不听话 然后等你一会儿 看你的回答 看你的反应 对吧 警告第二次 警告第三次 然后再抓 但是有这三百块钱撑腰的时候呢 就是警告第一次 警告第二次 警告第三次 来抓走 对吧 他必须把语速加快 就怕你有反应 说行了我服了 不行没机会了 没机会了 哎 早些年国内那个 说是开枪这件事 也是非常严 对吧 必须明相示警 哎 帮一枪 然后拿枪指着 你看你反应 对吧 有的是两枪 有的是三枪 有的是一枪 哎 然后有的那个情况之下 有些地方就是这样 掏出枪来 对枪砰一枪 对着你脑袋砰一枪 对吧 哎 他就是想弄死你 哎 像交警这种 他就是想抓你 对吧 啊 在抓你的原因 就是有钱 就是有钱赚 对吧 啊 这个就是中国的逻辑 然后你看这个火葬场 一千五百块 一个人 而且标注明白的啊 我把这个新闻截图 给你放在这个位置 放在这个位置 他是水里捞出来的 哎 水里捞出来的尸体 对吧 烧一个一千五 烧一个一千五 我觉得在这种机制之下啊 呃 甚至有一些无名尸体 都得先扔到水里 炮上两天 炮上三天 然后再捞出来 对吧 有钱赚 对吧 中国的华山 哎 华山一条道 独自一个人去旅游的啊 很容易被人家那个撞到山底下去 就是在锁道上走的时候 前面会有一个人啊 你你一定会跟他擦肩而过 这个时候就一定要小心 明白吧 哎 当你跟他擦肩而过的时候 反正你你那个两只手要捣一下 那个锁链 哎 可能帮就一下 你就下去了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捞一个 就是在华山底下抓一个人啊 找出一具尸体 要三四万块钱 甚至多的要五六万块钱 它是一个成型的产业链 可能有些朋友在说 哎呀 人性啊 良知啊 散念啊 对吧 这个是不存在的 啊 你看刚才我讲的这两个全是所谓的公家 对吧 公家都是这个条件 那么民间什么样的 哎 上梁不振下梁歪 对吧 我记得早些年啊 那个阎西山有个日记 阎西山的日记啊 披露了一件事 说是国共合作的时候 啊 老蒋 就是老蒋政府 对吧 啊 下了一个令 说是赏罚机制 只要是跟日本军队 或者说是伪军啊 进行战斗 那么就可以凭人头 来领取那个战损补助 来领取奖金 哎 一个人头 几个现大洋 几块银元 然后阎西山在日记里边就写了这样一句话 哎 在这种机制之下 啊 有些部队很容易把附近偏远山区 对吧 偏远山村 哎 没事就图两个 反正是一个村里边把人男女老右全宰光啊 然后拿着这些人头跑来领赏 跑来领赏 阎西山是看得很透的 看得很透 对某些人啊 某些群体某些组织的那个人性啊 良知是看得很透的 现在所有的事只要是有钱的啊 他一定都会办到极致 哎 政府嘛 对吧 官僚嘛 啊 就是多干多错 少干少错 不干不错 哎 然后只要是要担责任的事绝对不干 绝对不干 哎 只要是领导下命令的事 反正是上边扛雷嘛 哎 那就大干特干 必须干到一个极致 哎 就像之前说那个接种疫苗这件事啊 上边说一句话 说是啊 能接种的尽量接种 哎 就这么一句话 那么到了下边呢 就改了 改成什么啊 能接种的必须接种啊 把尽量改成必须 再往下边呢 就是不能接种的也必须接种 哎 然后到了庆功会啊 到了开大会小会的时候 你看吧 那个就有好多的那个官啊 小官僚小官吏啊 跑出来 我们村啊 接种率百分之百 对吧啊 离死之前的那种啊 我都给他那个扎生一针 哎 然后他这一个百分之百 一定会受到领导的肯定 受到领导的表彰 哎 其他的那些呢 就会有样血压啊 这个呢 其实也是一个内卷的一个案例 对吧 哎 然后如果说这个里边还有钱赚 那就要了新命了 早些年我跟那个某些啊 部门的朋友在聊 哎 因为抓了我一次是六千块的奖金啊 然后龙岗的那个胖子啊 抓他那次好像一次 一共抓了十几二十个人啊 这每个办案人员才拿了几百块钱奖金 哎 所以我说我说你没我之前 你没我之前啊 那么这种机制就是这样 上面下个令定个标准 说抓一个人多少钱 对吧啊 或者说是你要抓多少人 限期之内 说是百日净网行动啊 你们黑龙江省啊 要抓一千人 要抓一千人 按人口比例来 那么这种就是别管你到底有没有什么啊 言论啊 有没有什么文章写的 无所谓 哎 他就是想抓你 对吧 你在朋友圈里边发剧牢骚 啊 这个基本天啊 他就说你那个一有所指 他就把你抓回去拘留个三千五天 你还不敢放屁 对吧 哎 然后如果在抓的过程之中 像那个抓摩托那种啊 再给个拘留一个奖励多少钱 那就要了命了 那就要了命了 要是几百块钱还好 对吧 适当控制控制 要是真给几千块钱 有些村啊 有些地方能把辖区里边人都抓光了 全给塞到拘留所去 这是当时我跟那个有过部门的朋友啊 啊 老大哥在聊的时候 啊 我说只要说是一个抓一个人给都别说六千了 抓一个人给两千块钱 就会有那种能把自己辖区所有的成年人啊 成年人全部塞到拘留所这 哎 中 这个就是中国逻辑 所以呢 这个说是火葬场啊 给那个一千五百块钱 而且注明了是从水里捞出来的尸体 对吧 火化一个一千五啊 我才会有这种直觉 那就是你对这些事啊 太熟悉了 对这个逻辑太熟悉了 对这套规则太熟悉了 啊 对这个社会的人性良知太熟悉了 哎 你就会有这种直觉的反应 哎 就是看到很多事情 你马上就能反应到他一定是要这么干的啊 然后你像这种一千五啊 钱不多 对吧 打个比方 按照我对中国社会中国人性的理解 如果这个钱不是一千五一个 是一万五一个 一万五一个 明白吧 郑州 河南啊 咱也别说郑州 咱也别说河南 咱就说简体中文区这个地方 哎 这块热土 对吧 祖国母亲的怀抱里 哎 咱们这些同胞们啊 咱们这些同胞们 就能够把这点事干成一个产业 明白吧 有人负责往水里边推人 有人负责从水里边捞人啊 有人负责把尸体拉到火葬厂 哎 然后有人负责烧 烧完了之后有人负责分钱 对吧 哎 正经顾个财务 正经开家公司 这是没问题的 这绝对是没问题的 啊 就是我说的这种情况 他只是不符合现代人类社会对文明的认知啊 而绝对不是不符合中国的认知 你像刚才我举的华山那个例子 还有一个是黄河 对吧 长江 到处都有捞尸队 捞尸队 对吧 就是尸足醉江的 尸足落水的 啊 小孩子游泳啊 掉里边淹死的 捞一具尸体多少钱 明白吧 很多时候都是这样 那个人啊 啊 就是还可以抢救的时候 然后这些捞尸队呢 都蹲在岸边等着 他绝对不会去救活人 明白吧 因为救出一个活人 了不起拿张奖状 家属那个凭中国人的人性 哎 凭中国人的人性 连200块钱红包都不带给他发的 哎 这个人死了 那就老子说了算了 我说三万就是三万 我说五万就是五万 想要尸体掏钱 没钱别要 没钱就别要 对吧 送到火热厂还有一千五呢 哎 这个就是中国人的那个认知 中国人的文明 中国人的人性 哎 简体中文区 简体中文区 然后你看前几天 那个北戴河 对吧 啊 有三个女孩啊 喝点小酒 下水游泳 然后不知不觉飘到比较深的地方 那就是眼看就要溺亡了 呃 附近的一个小伙子呢 就下水去救人啊 把三个一个一个全救上来了啊 到到最后自己就没上来 那么这个孩子死了之后呢 啊 二十来岁的小伙子 对吧 非常可惜啊 这个孩子死了之后啊 然后家属啊 啊 媒体啊 就在说啊 被救上了 那三个女孩 是不是应该表示表示 最起码过来 呃 到追悼会上边 鞠个宫啊 对吧 感谢一下 哎 然后那几个孩子怎么说着呢 我求他救了 我让他救了 对吧 他死不死 跟我有什么关系 明白了吧 所以很多事情啊 很多事情 倒不是说啊 完全是那种人性 说是某一个群体 什么华山底下找尸体的 对吧 在江河湖海里边捞尸的啊 还有这个火葬场里烧人的 对吧 说这些人没人性 这个是绝对不对的 他太片面 太片面 明白了吧 是整个这块地方 哎 这块地方 对吧 就像博洋说的 这个将冈里都是这样的 哎 两边都没人性 两边都没人性 啊 当然最后还是要说一句啊 我只是在阐述我个人的一个观点啊 主观的片面的也是不成熟的啊 胡说八道 胡说八道啊 说这些东西啊 无非就是啊 博眼球 吸粉丝 引流量 然后呢 达到我那个卖酒的目的啊 达到那个赚钱的目的啊 其他的什么都没有啊 就是这点非常单纯 非常简单 千万不要给我上纲上线的扣帽子 好吧 啊 然后 我相信啊 河南非常好 哎 河南没有灾 河南没死人 啊 河南的领导 对吧 一心为人民服务 全心全意为人民谋福利 哎 好吧 呃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感谢大家的收听 哎 最后老王的二维码 还是要贴一下 大一点大一点 哈哈 多多捧场啊 养家糊口咯